在上个月16号发生台籍船长跟轮机长失联的 宜兰苏澳籍渔船特红星368号 原本在海巡署的介乎之下 预定21号礼拜三返回台湾 不过如今可能受到了台美台风的影响 回胎时间将会延后了 不过根据最新的登船调查发现 船长陈德森疑似因为工作问题 跟印尼籍的渔公发生了口角冲突 而渔公在气氛之下抓起了船上坚硬的塑胶浮球 攻击船长之后将它给丢入大海当中 而渔公们又趁着轮机长何昌林不注意的时候 也将它一起推入大海 这是两个礼拜前 法国提供给我国渔业署空拍到苏澳籍渔船特红星368号的照片 从空中鸟刊可以看到整艘渔船外观和甲板上的硬体设备 照片往船尾的方向拉 还可以看到一堆的塑胶浮球就在船尾上 而这些精英的塑胶浮球有可能就是凶器 特红星368号渔船今年1月从宜兰的南方澳出港 但在7月16号起就失联 当时渔船位置就在东太平洋海域的法属玻璃尼西亚附近 海巡署巡护7号在7月27号在吉里巴斯西南方623海里处拦截登船后 却发现船长陈德生和轮机长何昌林都不见了 而另一艘海巡署巡护8号搭载四名侦察员和移民署两名精通印尼语的移民官 随后在8月11号与巡护7号会合 证讯9名印尼籍渔工 初步查出船长陈德生 疑似因为工作问题与印尼籍的渔工发生口角冲突 渔工在气氛下拿起了船上坚硬的塑胶浮球攻击陈德生 之后再将陈德生丢入海中 渔工们之后又趁着轮机长何昌林不注意时 也将他推入海中 两人生还 机会渺茫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再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能够征信出一个这个结果 因为家属我们也晓得他也是要了解真相 特红星368号渔船原本在巡护7号戒户下 预定在周三21号返回南方澳渔港 但是恐怕会因为台美台风 让返港时间可能延后 海巡署今天不愿针对案情进一步说明 这表示等到船只回港后 检方将针对事案的印尼锦鱼工 进一步征讯 理清案情 记者综合报道